东方热点,专业时评,欢迎收看本期的东方时评。 狗一样的玩小国,都开始对台海问题指手画脚了。 前有鼻视小国立陶宛,对台海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后有韩国总统尹熙悦不知死活地声称要介入台海冲突。 这两个货,也不看看自己啥个头,尤其是韩国这样的美国奴才,自己屁股都没擦干净,连个战时军事指挥权都没有, 还跳出来对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台海说三道四,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既然如此,我们的驻法大使就说了,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作为独立国家没有国际法依据。 结果,立陶宛支流的欧洲小垃圾国家不愿意了,不断地在国际上发声到处扒拉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依据。 对我们的卢沙野大使大肆攻击,不过我们的卢大师也不是空口白牙随便说说的。 比如,波罗的海三国确实没签和苏联解体有关的任何国际性文件,和格鲁吉亚一起是前苏联维斯没有签署阿拉姆图宣言的。 既然什么都没签,就不能体现已经脱离苏联,说三国主权未定何措之有,现在的依据仅仅就是地缘政治现实。 乌克兰倒是和俄罗斯,白俄罗斯签了个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别洛维日协议,但是乌克兰几乎把协议内容违反了个遍,协议以及独联体早就名存实亡,俄罗斯自然也没必要再遵守。 克里米亚归属是乌克兰既想拥有权力,又不承担义务的缩影,归属旨在各方遵守协议的基础上,在独联体的框架下有效,现在协议相当于废纸,在要求协议关联方遵守内容无理无据,协议不是只用来约束他人,却容自己践踏的。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清清楚楚的,无论是二战成果,还是相关法律规定,台湾都妥妥的是中国一部分,即便如此,你们都可以像苍蝇一样来瞎缴获,我们的卢大使仅仅是在访谈节目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就让你们炸了毛,是你们先来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的。 既然你做出一,我就可以做十五,接下来咱们就讨论一下欧洲小国存在的依据,然后再来讨论一下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吧。 日本战败以后,战胜国自然要对日本进行惩罚了,割地,赔款这些常规惩罚是必然少不了的。 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规定日本必须放弃侵略所得土地,只能保留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 按照战后协议,日本不但要把二战过程中非法占领的领土都归还给相当国家,而且要把二战前的部分领土割让出去,这样一来就多出了两个地方,南千岛群岛和琉球群岛。 南千岛群岛咱今天不讨论,单说琉球群岛。 二战后,美国强占了琉球,并且由自己托管了。 也就是说琉球群岛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日本吞并后是可以选择重新独立的,但是由于美国的介入,没有获得独立。 美国之所以强势介入,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琉球钳制中日两国。 据传,当年美国想把琉球的治权交给台湾的蒋介石,并且提了好几次,蒋介石怕得罪,日本就没敢接。 此处也可以看出,老蒋同志和我们的毛伟人比起来,在战略上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又不能把琉球交给中国大陆,为了转移琉球老百姓对美国的矛盾,就把治权私下里交给了日本。 大家注意,交给日本的可仅仅行政管辖权,从法理上琉球并不是日本领土。 1970年,美日签订,美日旧金山合约,把琉球连同钓鱼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 1972年5月15日,至今,日本重新恢复对琉球群岛的行使行政管理权。 这么做,对美国有三大好处。 第一,将行政权交给日本,琉球老百姓在闹事什么的,那个麻烦就扔给日本政府了,美国脱身了。 这样一来,琉球和美国的矛盾就变成了琉球和日本的矛盾了,日本想要拿回琉球也必须要接受美国抛过来的施政权。 第二,将行政权交给日本就等于给了日本一个希望,即将来琉球就可能不再处于托管状态,美国会将它归还给日本。 第三,日本想要拿回琉球岂是那么简单的? 美国必然以此为诱饵,让日本协助美国在琉球部署各种军事基地威胁中国。 同时,以各种理由逼迫日本在琉球加强军事防御。 琉球离中国非常近,美国逼迫日本在琉球部署军事,这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比较大的威胁,中日之间的矛盾就会进一步加深。 所以,大家明白美国在二战后为什么让琉球处于无主之地的根本原因了吧,既为转嫁矛盾也是控制日本和制衡中国。 所以,日本来搅和我们台海的是,叫嚣什么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那好,既然这么说就别怪咱们不客气了。 还想插手台海,那就把琉球一起交出来。 更何况韩国这样,和北方的朝鲜和平协议都没签署,屁股都没擦干净地鄙视小国了。 当然,韩国快速远离中国,拥抱日本,表面看起来是美国的政治操纵,背后其实还有深层的经济问题。 韩国的三星曾经稳坐中国手机市场头部,2016年手机爆炸,加上后面的限寒令等因素,基本失去了中国的市场。 虽然后面,开始在半导体业务,坐地风生水起,但是今年一季度又被美国罚了4000亿韩元,三星一季度总共才赚了6000亿。 还有汽车产业,现在汽车集团在进入中国之后,销量一路飙升,之前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北京现代其实就是中韩合资的,在中国生产的就叫北京现代。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尤其是国产汽车品牌的崛起,韩国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被挤占。 还有一个造船产业,从十年前开始,中国造船业起步飞快,与韩国的造船业你来我往。 随着这个行业利润下滑,我们凭借大体量成功把韩国造船业干翻,作为世界十大船公司之一,韩国最大船公司的韩介海运也在17年宣布破产。 看下来,目前韩国所有的支柱产业都面临中国竞争,唯一有优势的半导体产业也正在被中国赶上。 这就导致2022年中韩贸易中,韩国首次对华出现逆差,未来逆差只会越来越大。 这对于韩国这种几乎没有资源,没有农业,纯靠制造业出口的国家,是十分危险的。 这一次,尹熙岳访美前对台海大放厥词,大家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了尹熙岳这个人身上,却忽略了他带着的122名韩国商界巨头,包括三星董事长,现代汽车董事长等。 本质上,这是韩国带着全部身家去投靠美国主子去了。 既然是投靠主子去了,肯定要交投名状,尹熙岳对台海说三道四就是其向美国主子提交的一个投名状。 当然,美国也正在逼迫他们的盟友表态,G7会议上口径一致,声称不许中国改变台海现状。 如果大国之间角力,可以相互攻击。 像立陶宛和韩国这样的小跟班,你跟着瞎掺和啥,你们有资格上捉打牌吗? 当然,我们其实在战略上根本就没把这些小垃圾放在眼里,这些小垃圾其实也是配合着自己的主子表个态,然后摇摇尾巴换取一两块骨头而已。 然而,我们谈了这么久,准备了这么久,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我们都有这个实力把台湾拿回来,为啥就是不出手呢? 如果单纯从内战的角度和台海的角度很难理解,为哈还不动手解决台湾问题。 这也是有些人发牢骚的一个原因,也是一些绿蛙叫嚣大陆不敢打台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大,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站在中美关系,站在全球角度,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是解决什么问题?难道仅仅是为了挤满绿蛙的小刀子吗? 显然不是,如果仅仅是那样也未免太小瞧中国的棋手了。 棋手们一定会利用解决台海这个问题为抓手,一次性解决整个围绕着中国展开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新格局。 很多人觉得,用台海问题解决整个世界的格局问题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实事求是的说,这就要看你怎么去运筹帷幄了,就像下棋一样,如果你布局了一个棋眼,你就要考虑两件事。 第一,怎样让这个棋眼在自己的最大优势范围内? 第二,怎样让对手倾注尽可能多的资源? 一个军事上的简单事实是,在没有代差的情况下,美国在台海周边部署军力的单位成本,要远高于中国在本土部署的成本。 因此,中国在台海使尽加码,美国就需要加更大大大的码才能取得平衡。 结果就是,中国已远低于美国的军费成本,无论是绝对值还是GDP占比,牵制住了美国全球近40%的机动兵力。 俄乌、中东、台海,这三个地方,但凡天兵敢亲自下场一个,另两个地方立刻炸。 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比如中国继续加码,天兵即使不下场,还是会炸。 于是其他那些小国就发现,现在无论怎么跳,甚至袭击美军车队轰炸美军基地,天兵也没有力气来修理你了。 只有这两步完成了,才有可能通过这一个局部来解决整体的问题。 而台海,就是美国东亚战略的起演,恰好,这里又是我们的优势范围之内,现在要做的,其实就是吸引对手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入,然后借局部一个点,解决整个东亚这个面地问题,进而解决全球格局的问题了。 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有三大支柱,东亚安全战略的核心是美日安保协议,欧洲安全战略是北约,中东是以色列。 西边俄罗斯已经发起了冲击,中东沙特伊朗正在和解,只剩东边,难道我们这个时候还真眼里,看世界就台海问题而台海问题吗? 很显然,我们需要美国倾注更多的资源,最好是带着日本越多越好,越深越好。 而现实情况是,美国线很在头痛,美国三大安全战略支柱都在等着美国救火。 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应舍该弃谁?应该救谁? 一,如果弃射乌克兰,基本遇上是北着约江级解体,美的国霸权也就将此瓦解。 如去果救乌克兰,这就一是个底无洞,不知河道时是个一头。 二,如舍果,弃色已裂,机上本就预示着美国中在东的响影力将然荡无存。 以后施加尤格,美国又做不了了,美元霸瓦权解成已必然。 如救国以色列,中东齐国他家定币更加团结,终也额有能可会出手。 三,如舍果弃台湾,基本上是遇着国中及超江越美国。 美国无在法汉中东国国的记得位了。 如果救了台湾,如果美中发正声面冲突,由东于封岛的弹存在,美末国有百百分获胜把多。 不不得说,美宪国在很难,拜孤登祭天,美都在想三这个问题。 你还别说,拜登做得挺好的,就是这么在做,那么等着美国的会是什么呢? 美国但凡有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如果能看清楚我们在怎么启示,怎么运筹布局, 现在都应该不会配合得这么默契,就像美国已经准备好了绞索, 未来两年,他还将把投身进去,然后告诉全世界,我只掩饰一遍。 很多人老觉得,美国要通过台海,西藏,新疆等等地方,对我们发动攻势, 老是在想来想去怎么搞,怎么防御。 却不知道,当年我们能够农村包围城市,找准着利点, 现在也一样,胜负局根本不在台海,而在亚非拉,甚至欧洲。 真到台湾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临门一脚了。 点击下面即可关注我们。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观看,欢迎点赞,订阅和转发。